十年大概我演了4162场小剧场演出 付出总会有回报 十年小剧场4162场演出 如今张久南也迎来了自己的专场演出 5月13日张久南在社交平台 官宣济南专场演出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相信许多关注德云社的粉丝们都知道 张久南高久成的专场 其实早就应该举行了 从张久南的十八筹绕口令到摘子成为张建宇 再到跟师傅余大爷一起开箱演出 参加德云豆校社都能看出来老郭在力捧张久南 扎实的基本功 十年小剧场的舞台经验 一群爱听张久南相声的粉丝 再加上郭老师的力捧 足以证明张久南可以开办专场了 但因为张久南的个人原因 停演了八个月 也让张久南的专场推迟到了现在 虽然停演了八个月 但老郭是真的疼张久南 刚刚回到小剧场演出 张久南就从六队的传笛演员 正式的成为了八队的传笛演员 而张久南也没有辜负老郭的疼爱 一回到小剧场 就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相声作品 还带领着八队演员一起返场 给大家带来欢乐 郭老师的这句话 也给了张久南底气 别人反常都是说一段 老郭直接让张久南说两段 一滴落在回忆里 让我们取名巧作 是否爱你 好来 张久南 这不是有笑语 我用就被一个 你家乡点的 你的乡点不打批 天心则云两双年 观众演员 新连心 我还得听你半年 无论是从小剧场 还是鼓舞曲专场主持 在哪里都能看到张久南的身影 自从张久南回归后 老郭可以说到哪都带着张久南 如今更是为张久南举办专场 足可以看出老郭对于张久南的疼爱 从一个积极无名的相声演员 到如今的专场演出 张久南能够从众多师兄弟中脱颖而出 实属不易 希望张久南不会辜负老郭的疼爱 也期待张久南专场的精彩演出 包业